纯白色的建筑外观让人很难想象 这里过去是警察局派出所 为了提供到访旅客更好的旅游咨询服务 就用市政府利用闲置派出所空间活化 再利用整建为游客中心 其中在立面外观 利用白色曲线造型格栅 展现基隆海港城市的流动之美 可以看到这一个建筑物的前后 都是用这个白色的格栅 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波浪状的设计 同时在它的尾端 有这个微微掀起的这样的一个设计 那这个设计呢 基本上有一点像是 这个浪花激起的这样的一个涟漪 那也有一点像是摆动的裙摆 掀起的这样的一个意象 所以这样的一个干净 然后明亮的立面呢 那再搭上这个波纹状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呢 让这个旧的这个建筑物赋予它 符合正兵渔港意象的一个新的 这样意象的生命 内部展示空间也融入在地特色 不但室内设计模拟船舱与会 还特别选用渔船作业时的灯具 呼应基隆渔港船舶文化 我们整栋建筑物它的建筑与会呢 是有含瓜了整个正兵渔港的 这样的一个特色 比如说我们这一个船舱 像船舱这样的设计 还有我们的灯具呢 是以这个船灯的这样的一个灯具来做设计 所以这样的一个建筑与会 其实是非常符合在海港的这样的一个意象 屋顶观海平台则拥有270度的环境视野 正兵渔港周遭三海美景依然无遗 123楼是做一个公共空间游客服务的功能 那但是我们到了顶楼 4 5楼未来是一个商营的空间 那到了顶楼呢 它其实是一个270度环绕海景的 这个观看的这样一个设计 那未来来到这个地方的游客 就可以使用我们的无障碍的这样一个电梯 就可以上到顶楼 看到我们这个环270度的这样的 游港跟海港的这个漂亮的景色 除了观光及城市行销处的 正兵派出所活化在利用即周边环境改善工程外 教育处的成功国小活动中心拆除诊件 与势力田径场馆运动机能提升环境营造 都获得最佳规划设计类金子奖 文化局的基隆要塞司令部修复工程 则拿下最佳环境文化类卓越奖肯定 金融市长林又昌特别邀局处首长与市民分享得奖喜悦 大家都非常的肯定 这次在城博会期间 金融要塞司令部所呈现的整体的一个风貌 那当然也让很多文化界的人士非常的惊艳 我们可以把一个古迹 还有一个这个场所的一个修复 达到这样子的一个水准 那这当然也是因为我们的建筑师 他对于这整个区位的一个选择 还有他的一个设计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诠释 终于原样修旧如旧的一个核心价值 那让整个的一个场所跟空间 不仅刚刚在讲修旧如旧 而且赋予新的生命 牛昌强调将持续推动翻新城市公共建设 提升市民生活品质 深耕历史文化教育及发展在地官方特色 记者张旗腾金融报道